早晨,今天是2024年1月31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东亚银行财富管理署投资策略师陈伟聪 和谭海云陪你一起开市 Jason,今早大使有什么指点? 今早看着内地的PMI的数据 特别制作业的PMI上月出来跌穿50 看看今次会不会好一些 还有看看恒指经过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会不会也算算算稳定一些 是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想交流的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一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个别发展的道指再创新高 市场观望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10年期债息跌穿4.1厘 美股三大指数低开后是个别发展 道指是先跌后升的 今年以来第7次创出新高 收市升0.3% 收报38,467点 标志轻微向下收报4924点 纳指向下跌0.8% 收报15,509点 欧元区的GDP按贵持平 欧洲三大指数上升 纳指金和中国指数要跌2% 焦点科技股方面是普遍做好的 Tesla轻名向上 Google收市后公布业绩 相规广告收入增长差过市场预期 盘后要跌5% 微软也是在收市后公布业绩 盘后的交易先跌后升 苹果星期四公布业绩 交易时段跌近2% 另外联合包括上一季的收入 和收入预测都超过市场预期 股价要跌8% 通用汽车的业绩理想 股价升7% NVIDIA的股价就是靠稳 另外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要向下 阿里巴巴比本港收市低 0.6%左右 折合70.69 汇空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1% 折合62.34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要向下 跌近277点 早段最新是报35788点 首二综合指数靠稳升2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升2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是跌近59点 和大家看看新加坡交易的 港股黑期最新的情况 现在最新是跌31点 恒指到15,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Jason谈谈外围市况 美股上日国别发展 道指升穿38,000点后 就持续做好 今年内 刚刚1月31日 已经第七次创出新高 过去一段时间 不少经济数据都见到 譬如上个星期公布的GDP 和就业数据都显示 美国经济仍然强劲 好,Jason 现在大家看着 联储局的1月份议息会议的结果 你预期什么时候 会正式启动减息 减息就是 现在市场的Fatwatch预测 都觉得3月份是50-50 当然这个预期 比上个月来说 跌了一点 但如果说到5月份 减息的机会 都接近是8成 所以就算你看看近期 美国出的那些 譬如GDP数据 或者可能再之前 浪花那些 即是飞龙数据 明明就不差的 甚至乎都是高的 预期都不少的 但对于所谓 美国减息的预期 就不是一个一面倒的 所谓的扭转 只不过是轻微的调整 之前觉得3月就减硬的 那现在会不可能 再移转一点 去到5月呢 但整体的路径 暂时未见到变化 最重要就是说 无论你其他的宏观数据 出得多漂亮 都好 但见到核心的通胀 PCE方面 上个星期出 都真的进一步有一个向下 见到核心的PCE 今次最新 就下到2.9% 那看看你说 会不会在这两天 美联署开议息会议的时候 都开始将所谓的通胀的预测 进一步有一个的下调的 那这方面我觉得是重要的 那其次除了你说 留意过息口 什么时候减之外 究竟所谓的QT 什么时候真的可以 正式完结 又或者至少都可以 叫做减慢的操作 那这个都是关键的 因为其实在上一次 议息会议上面 见到鲍威尔 或者其他委员 都有类似的暗示的 特别见到美联署 就是之前行的那个 逆回购计划 那见到那个额度 都不断在减少 现在最新只剩下6千亿左右 那如果你说 这个币户的平衡 进一步是减少的 那大家都开始觉得 美国的流动性方面 开始叫做收紧了 那这方面呢 其实对于QT的结束 那我觉得 都是一个挺大的启示 那所以你说 对于美股方面 除了息口 还有QT之外 亦都要留意买 比如可能近期的业绩 你看到好像 昨晚那几个重磅科技股 出现业绩之后 大家其实看的大数 无论是top line 或者bottom line 其实是不差的 实际上还在迫近市场的预期 是 但是现在就 大家开始找些东西挑剔了 是 可能觉得他们给 前景展望 是的 前景展望 或者各别的业务 增长的荡能 会不会都没有预期中是这么快呢 那找这些东西挑剔之下 就令到所谓的估值上面 可能会有轻微的一些修正 但是你说大那个的图像 无论是说AI的晶片的一些法货 接下来的研发 或者可能比如一些云计算业务的增长 其实问题就不大 纯粹就好像刚刚Mandy你说的 过去来说 NASDAQ的指数 特别这些所谓的大型科网股 的股价股值 升到这么高 那现在业绩出到来 设计算法 是 是 可能会令到股价 有少少的一些震荡 或者少少的一些回调 但是你说对于整个美股 一个中长期的角度 那我们的看法 暂时都不是那么负面 是 就是中长期而言 我们不如问长一点 今年就是那个主题之一 就是大选年 就是去到11月 就会有一个美国的大选 你们早前 你们行就有一个报告 就说美国大选年 根据过往经验 股市就一般做好的 那现在在道指和标指都 累创新高的背景下 你觉得美股去到目前为止 去到年底 是否仍然能够提高一线 以及再问白点 是否能够继续做好呢 那如果那个大前提 是真的说美国是出现一个轻轻地 就是你说的GDP 是不会一下子去到负数 不是去到一个所谓明显的衰退 又说配合美联储的减息行动 那我相信这个大圈之下 对于美股来说是有好处的 其次你说根据以往 十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就是80年代到现在 那我们都做一个统计 看到美股比起其他 比如欧股 日股 MSCI 就是全球的指数来说 我们用了不同的一些角度 比如可能说回报 对风险的比例 或者说一些绝对回报 等等的不同指标称元之下 都发觉美股相对来说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out performance 或者是跑赢其他市场的结果 我相信原理很简单 因为始终去到美国大选年 那你讲的无论是共和民主两党 特别可能是执政党方面 更加需要看着那个民望来做事 那你说可能去年 见到拜登的民望 好像是小小的一个走样 或者见到近期 好像一些普通 不同地区的一些选举 好像特朗普那边 都叫做势头不错 那会不会都是反映 可能就是大家之前 就是担心息口加得太多了 美国经济真的熬不住了 那会不会就是 就是导致可能今年里面 那个所谓减息的部分 有机会教育其中是快呢 那这个是对美股当然好事 那另外一方面 都要留意 会不会是所谓 是针对着一些地缘政治局势 那现在当然大家 比较关心就是中东 那些混乱的问题 那如果你说既然大选在前面 那通常你说 这些的战事以往是会发生 那规模又不会说呢 去到一些叫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 那通常你说那些超人 打完怪兽之后呢 那便见好就收了 那通常你说这些所谓 是地缘政治局势 暂时看来是紧张 那可能到选之前 又会平淡回来 那这方面对于美股来说 又是一个好处 那其三就说 去年大家比较关心 就说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 或者赤字方面呢 就来得是比较高 不断要加码去到发债 来填补赤 那但是去到今年 会不会大家开始在关心 赤字可能太高了 会影响在选程之下 那可能未来美国方面 又要讨论一些削赤 甚至可能今年发债的计划 是没有之前大家预期中 是会发这么多呢 那所以对于那个债息来说 又可能会有一个 进一步回落的那个空间 那所以这些因素 对于整体美股来说 那我觉得都相对是正面的 是 即是你觉得未来也会 就是继续做好 或者这么说 是啊 所以特别指数 那当然我们看就不是说 传播都一定会 像去年那样升的 特别刚刚提过 那些去年升得最多的那些 就是美股七雄 那些重磅科技股 或者AI概念的那些股份 那由于股值也有那么高 所以就算你说未来可能 美股再做好的 那会不会这些股份 可能头一头 或者声势上面 会可能修炼一下呢 那将一个所谓资金面的调配 做一些sector rotation 去一些所谓价值型的板块 比如美股方面一些 可能近期都没有什么 怎么行的一些工用 必需品的消费 电讯 医疗护理 类似这一类的股份 那现在的股值呢 其实都相对叫做合理的 甚至一些金融银行相关的股份 虽然最近这一个多两个月 都升了上来不少了 但是如果计算在那个 增长前景 计问现时的股值比较之下 都不是说算一些叫做 很泡沫 很高的那个情况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 美股要进一步向上 可能一些比较传统 或者价值型的板块 可能那个走势会好一点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昨天在期指结算日 再度失手16,000点和20天线 恒指昨天低开180点 内地股市5后跌势加剧 恒指尾市最多跌422点 收市跌373点 跌幅2.3% 收报15,703点 国企指数收市跌133点 跌幅2.5% 收报5,275点 科技股指数要跌超过3% 收市报3,098点 行楼地产中午公布业绩 股价全日要跌8% 内房股也挨沽 农户要跌6%收市 大市全日成交率缩减到948亿 北水连续第二天 录得淨流走 昨天流走金额是8,6000万 淨流入最多的是药名生物 有2.1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美团有1.4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中移动有5千万 淨流出方面 最多是营赋基金 昨天有6亿7千万的北水淨流走 腾讯和中海油继续有北水淨流出 腾讯的金额是3亿7千万 中海油有1亿8千万 昨天是期指结算日 再度失手翻调20天 和16,000 上星期中央默默出招 除了全民的评准基金之外 正式推出了一个降准的措施 2月初就会生效 大市就是因为这些密集出台的措施 由15,000点以下回升到现水平 昨天又跌穿16,000点 今年第一季 预示恒指会在什么区间上落 年初的时候其实都惊吓 那一下跌穿15,000点 不过很快就咬上来 你觉得15,000点这个位置 支持力度大不大?